從兩年前的反核大遊行之後 作家小野 導演柯一正等 藝文界人士就開始 每個禮拜五晚上六點鐘 固定在自由廣場聚會 他們稱這個活動為 不要核四五六運動 今年的二月六號是活動的 第一百個夜晚 也是最後一天 柯一正說 這不是結束 未來他會和小野成立 運動紀錄片小組 訓練志工 攝影還有剪接 五六運動的精神 他們會繼續出現在臺灣 每個公民覺醒運動的角落 堆疊十二個木箱變成了舞臺 架起音響 大亮燈光 拿起麥克風 五六運動 第一百集在自由廣場展開 這天氣溫很低 但是自發聚集而來到廣場的人 都很熱情 過去歷史的痕跡 模糊不清 2013年3月8號開始 由導演柯一正 吳以峰等 藝文界人士發起的 《我是人 我反核運動》 延伸出定時定點 不要核四五六運動 在每週五的晚上邀請獎者 樂團演出 在志工以及NGO團體的協助下 打造一個舞臺 讓公民可以自主發表意見 從何能討論到廣泛的社會議題 連續一百個禮拜 從未間斷 我們開始就每個禮拜五 六點開始 在自由廣場 那都是藝文創作的工作者 比較多帶頭的 可是我們有很多志工 有的是老師 當然有學生 有公務員 什麼都有 大家都願意加入這個行列 去表達我們的理念 因為希望台灣能夠做到非核家園 能夠更多的自然能源開發 隨著二零一四年政府宣布 核四停工不停建 加上九合一選舉的政治板塊翻轉 柯一正說 五六運動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未來也會改變活動形態 跳 我是人 我把頭 不是結束 我們希望是訓練成一個 更有力的團隊 接下來因為有很多志工 我們開始要訓練他們一些 像紀錄片的拍攝方法 還有一些文字創作的方式去 以後可以去做各種議題的報告 第一百場的五六運動可以見到許多 像是代理人 吳以峰 許友寧等 藝文界人士穿梭其間 在自由廣場的最後一晚 選擇了吃尾牙的方式進行 占地廚房供應著熱湯 溫暖了每個人的身體 柯一正說 因為正好是歲末年中 大家帶再來吃吃喝喝 快快樂樂的收場 一百個星期以來 五六運動風雨無阻 期間遇過颱風天 也曾碰過大年初一 但是都沒有暫停或者是改期 我們遇到兩個大颱風 我們本來以為會沒有人 我跟吳以峰導演就說 如果沒有人 我們就綁在那個柱子上 萬一那個風大到站不住 結果來了一百多人 因為大家會以為颱風天不會有人來 於是大家都穿著雨衣 跑來這樣 那個人很感動 整個全部在大雨裡面 但是大家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大家都有一個貢獻的心 五六運動原本扣合著反核四議題 但卻遇上了台灣社會公民活動的興起 讓這個定時定點的非暴力抗爭運動 成為了不同公民的發聲平台 而這股溫柔且堅定的力量 並未劃下句點 未來將會以不同的方式 陪伴著台灣繼續前進 會不上暴力抗爭運動的電影 會不會是心不會是 踏要在頭前面 開出自由的火律 會不會是心不會是 對我們永遠的經期 會放棄 中文字幕——YK